就报告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有一个新出的产品 为了Lips而出的 complete我们的Skin Care Lips而出的 这个叫做 BU唇部生成护理霜 很开心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等一下两点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上课 所以趁现在午休的时间 就快点出来 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Hello Hello 今天你No.1 Hi 来 OK 刚才我们得到了一些 第一手的消息 我想趁现在午休这个时间 快点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给全部人知道 不管有没有来上这个VGOV都好 好了 然后我们都知道 脸皮这样东西 是吃了吗 还没有 等一下我才吃 因为刚才在准备资料 谢谢你们 好了 大家都进来了 来我们来 开始了 我们每次听到人家讲说 厚脸皮 厚脸皮 其实每个人脸皮都一样厚的 我们的脸皮 每个人都是大概16层这样 然后嘴唇呢 只有三分之一的厚度 嘴唇很薄不了的 嘴唇大概是三层到五层不了的 所以嘴唇很容易被忽略 嘴唇没有什么的 嘴唇没有汗线 你流汗留在这里 你不会流汗留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嘴唇没有皮脂线 所以嘴唇不会油的 嘴唇就越老越干 不会越老越滋润的 不可能的 因为它没有皮脂线 再来就是嘴唇也没有毛朗的 所以嘴唇是没有毛孔的 你去看 没有毛孔的 Hello 欢迎你们进来 好了 那好 所以这个嘴唇是最容易被忽略 然后最容易导致老化的 所以我告诉你 什么原因会导致 这个以下的这些原因 都会让我们的嘴唇 是越来越老化的 第一就是窃水干燥 最近MCO时间 是不是每个人在家里 都是一定要开Aircon的 太热了天气 所以Aircon会导致干燥 第二就是环境 紫外线 你看我窗口在那边 它紫外线这样照射进来 所以也是会导致老化 还有现在这样子 这个灯光这样子来照 所以都是这个光 这些电脑 辐射 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光老化 再来就是戴口罩 每个人都戴口罩 对不对 你口罩这样戴住的时候 一直摩擦 一直摩擦 所以这边的皮是16层 这边的皮就有3到5层 所以这边很容易 就受到摩擦 然后就会黑色输成电 等一下我们后面再讲 用细水管 我不会读 这个字又有口 又4个又要读 鸡那个饮料 鸡饮料 所以如果你是习惯用 细水草的话 一直这样堵住的话 也是会导致这样 那有一些人讲 我没有抽烟 但是细水草有用 对不对 还有日拍照的时候 很爱这样 这样有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皱纹就会给我们挤出来 这个也是会导致老化的 然后再来就是化妆成分 化妆品 如果你像我一样 很爱用很深色的口红的话 那你一定要make sure 口红的成分颜料 是很天然很好的 要不然的话 它就很容易有一个色素沉淀 再不然呢 就是口红你一打开过后 半年到一年 你们一定要换掉 如果你的pouch里面 有一支口红 是用超过一年以上了 你打开的时候 它有冒汗冒汗这样 如果你卸得不够干净的话 它也是会色素沉淀的 那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支 BiU的全部生成护理霜 里面有什么成分呢 可以搞定 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 你想一下 你只需要三秒钟 你就可以搞定这个护理 第一 一 二 三 三秒钟 你就可以搞定了 因为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给你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呢 第一就是大家熟悉的 如果你在用出我们的BiU产品的话 你一定对这个成分非常的熟悉 就是Gamma BGA Gamma BGA成分是从哪里萃取出来呢 你知道纳豆 日本人很爱吃纳豆 从多百年就开始 一直在吃越打越打越打 那个纳豆 有没有 一合合的 它就有 看西看西这样的东西 千丝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非常保湿的 所以我们从里面的萃取 有拿出其中一个成分 就是能够让 我们的这个Gamma BGA 这个成分 能够比你查的任何玻尿酸 更加保湿 一千倍 各位 一千倍 你平时 Fumax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洞的 你一定避开这个嘴唇的 所以嘴唇是没有被护理到的 这个成分 就能够帮你护理你的嘴唇 Gamma BGA 当我们听到这个成分 在这个护寸床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 好死了 这次它一定是很滋润的 因为它是负责高效保湿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真叶的 樱桃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长得这个样啦 但是我家吃的樱桃是这样的 它的叶子像真这样细细的 所以我们是拿 这个樱桃里面 如果你去Google找的话 樱桃的好处吃的话 就是抗老 然后就是进退黑色素 所以它同样的 这个樱桃的这个萃取物呢 也是能够帮我们淡化 那个嘴唇上的一些黑色素的沉淀的问题 那第三呢 三样产品最主要的就是这三样 第三呢 就是橄榄角砂丸 橄榄角砂丸 它是像一层天然的保护层 修住 所以让你的水分不会这么容易的被 被 被 怎样讲呢 被 蒸发掉 所以它保护多一层在里面 为什么保护住这一层很重要 因为太多人喜欢 拧嘴唇了 你感觉到嘴唇很干的时候就 有没有 做这个动作很多的人 他嘴唇都是很干的 还越拧就越干 因为口水 会把你原本在嘴唇上的 剩下的那个滋润 把它抽掉去 哈喽 杰斯林 它可以把它 把它蒸发掉去 所以 这个拧嘴唇 喜欢拧嘴唇的人 也是叫天嘴唇的人 它会很干的 然后呢 再来就是咬嘴唇 拍照的时候 有没有很多个 pattern 有没有 很爱惜弄我们的嘴唇 这个也是会让嘴唇老化的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成分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刚才三个成分 就不是负责 第一个呢 就是Gamma BGA 负责保释 比玻尿酸更高 1000倍的 第二个呢 就是 蒸叶的樱桃 就是帮助我们 去掉那个 那个黑色素的 第三呢 就是 橄榄椒 小沙丸 它就负责保护的 因为它给我们一层 天然的那个滋润层 好了 那之前啊 我们有拿到一小个 tube 来试看这个成分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 我的嘴唇啊 我很时常都是 很爱查 lip care的 我晚上也查白天 我爽爽就是 就是拿到的时候 我到处家里都有啊 我拿到的时候就查 拿到的时候就查 以前我一直以来 都有这个习惯的 所以当公司给我们 要找见证啊 来给我们试查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看到 很明显的功效 但是有一天 因为我们 order很多外食食物的时候 哇 那个很好吃的食物 那个 鲑骨铁啊 那个 铜鸩汤啊 那些汤啊 所以这些汤啊 都有放很高的 味精的时候 我吃了过后 我就感觉 整个晚上好干 整个嘴唇很干 的时候 我就马上拿来查 一查下去 你就觉得 哇 很像沙漠有滴到水上去 那种感觉就整个 你知道 嘴唇干的时候 这整个地方是 它拉住的 它整个就是 这一边 唇上面 还有唇里面这边 全部这样 紧绷这样拉住的 但是 因为 因为味精啊 味精是会导致这样 对我啦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马上查 它就会整个舒缓下来的 但是你要看我的 唇等before after的话 就不顺很明显 所以那个时候 我拿到的时候 我就想到谁 刚好就遇到我的 下线 因为下线 它呢 有一直以来都有嘴唇 它已经十多年 嘴唇都有这种脱皮脱皮 以前我看它很爱去霸 我就打它的手 不要去霸 因为很痛的 它的名叫立菌 所以它以前一直来都有这个问题的 然后呢 它吃了 血肉都过 它脱皮的问题 已经没有了 改到完了 脱皮没有 不过呢 它还是很干 它只是不会脱皮了 不过还是很干 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照片 一下子啊 很干 那个皮哦 哎呦 你看到吗 它上面 上面还有一点点一点点 这样子角质成很厚 这样有没有 OK 然后呢 哎呀我放到太大了 这个照片结果放不回来 所以哦 一下子啊各位 好 所以它查了过后 就整个嘴唇马上哦 因为刚好 我拿到的那一天呢 刚好遇到它 所以我就想到它有这个问题 我就挤一些给它 就叫它查 然后马上查了过后 马上那个上面脱皮脱皮的情况 马上就好去了 然后第二个见证的呢 就是我的子女 我的子女 她才九岁 然后她一直以来都有 都有这样子的皮肤 这个干的这个问题 相信 现在有很多小孩 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你看得到吗 她的上唇 好干哦 没有好干 然后她又很爱你 然后又很时常看到 这边流血 这边流血 因为小孩子不懂控制她 手 她就觉得有一个粗粗的东西 在上面她就去拔它 她就去拔它 结果呢 就流血 很时常流血 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就 给她查 那你看她查了过后 马上 你看到她的 看不到我上来一点 马上你就看到她嘴唇 整个滋润起来 马上了 本来是下面那个是 before啊 上面那个是after 马上就滋润 很plumpy 很juicy 马上了哦 然后 她有伤口 因为她自己拔了嘛 所以有伤口 不过 查下去 even though有伤口 在流血 她也不会痛 她也不会拉 她也不会痛 所以这个就变成 很适合小孩子用 因为会拉会痛的话 她是不可能要用的 对小孩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好 然后呢 再来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texture 它会粘吗 会 它会粘 它为什么一定要粘呢 因为它如果不粘的话 它就很容易被我们 抿掉了 有时候这样不小心骂一下 你口罩骂一下就不见掉了 所以因为它是修复型的 它是让你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 查住各天你起来的时候 是很滋润 所以它的年薪一定要有 所以那个你只需要用一点点罢了 你就感觉它已经覆盖整个唇了的 好 所以我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那个texture 它是半透明状 有 这样 我看一下 看得到吗 它是这样子的颜色的 OK 它是这样子的颜色 然后粘 很粘 很负粘 负着 这个 是已经是可能可以插三个lip 知道吧 三个到四个lip 知道的 一点点 OK 你看它的粘稠性 看到吗 粘稠性 OK 所以它是很粘的 你不要多 除非你是晚上 你要修复 好像你忽然间很干 或者是你知道 你等一下你要拍照 你要拍一个 很 很 图很红的口红 你知道那种 很precise的拍magazine 有没有 它要用那个lip liner 来画那个唇形 很美的那个唇峰上来 旁边尖尖 然后下面出来 画over那个size 那种妆 是非常干的 你喜欢每一个涂过这种妆 的模特儿也好啦 你过后卸妆 过后你还看到 那个红色还卡住那个线的 很痛的 很干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可以涂很厚 去跟它做一个修复 我很爱涂这个 你可以看到那个光泽吗 OK 我再涂一点 OK 我拿这个灯 靠近一点 你看那个颜色 你看那个水嫩 它是没有颜色 但是它会 enhance 你的唇 原本的颜色 所以在我的唇上 这个颜色 未必是你的颜色 你知道什么颜色 是最适合自己的吗 你每一天运动过后 你运动完了过后 你停 然后你看你的唇色 或者是早上 你刷牙牙了过后 你看你的唇色 那个就是你 最original 最美的唇色 所以这个呢 就能够把我们 最original的那个唇色 enhanced出来 你会觉得它很 很juicy 很plum 所以如果有谁是有 很比较薄的唇的 你要看起来 哇很sexy 很厚的唇的话 你查这个 因为它会把那个光泽 这个是在化妆的角度上 它会把那个光泽 反射到让你觉得 哇 你的唇怎么这样厚的 它会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白天查 你知道你要查Mass的话 你要盖Mass的话 你要出门 带口罩的话 你就查包包一层就好了 查包包 查到你这边手也没有粘 因为你把所有的身份都才存上了的 但是如果你是晚上要修复 好像刚才我讲 我不小心吃到胃精很高的 我干到里面也干的话 这样你就查厚一点 反正你没有戴那个口罩 敷住它吗 OK 好了 所以这个呢 真的我们已经开始有了 这个 我们的Be U Lip Care 所以 如果你是为了要化妆钱 你是为了要修复 你是为了混肝 然后你是为了裂 刚才我讲的种种 你要做日常的滋润罢了 你要SOS 分层的护理 你要提亮你的唇色 这样赶紧讲 就很像有茶口红 而且是最适合你的口红的颜色 每次我们去专柜那边找 我不懂哪个颜色 最适合我们 但是 刚才我讲的那个方式 就是找出你的唇色 最适合你的 你要买唇膏 你就用这样的方式 找出你日常的颜色 但是你擦这个上去的时候 它就把那个颜色带出来了的 好 然后呢 让你的唇部 恢复那个光彩 Your lips need care OK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有帮助到你 OK 谢谢大家 谢谢你 拜拜